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他三个篮网 两个发球 也是在主动得分手段上变得越来越全面 虽然场上直接两轮一船 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朝着一个上升趋势在走 这场球 刘晓彤的发挥并不是多理想 也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真的 总觉得今年刘晓彤的力量上明显下降了 棒都没有以前那么足了 以前扣出去的球都是很闷的声音 现在扣出去都是飘的 感觉扣球上发不上力量 总是绝伤感觉 流响 铜的肩部或者腰部应该是有累积的伤病 所以希望他能够好好调整状态 毕竟现在能六轮一船的主攻真的不是很好找 池井优希14分 27口14中 黑后艾10分30口9中 长甘旺游4分13口2中65 奥森麻衣3分 狂木惠里香3分 新郭里莎2分 这只日本队从一船上罩着他们老一代 尤其伦敦周期那一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他们的一船连自由人都会飞 我觉得 确实这个周期中田九美 可能会重点锻炼他们一船 尤其像长甘旺游不接一船 黑后艾如果长甘旺游在场上主接六轮 如果新郭里莎再就不接 一船如果不好 日本队就很难打住那种 快速的拉开球和战术跑动结合 不过这场球看日本队打了一个好球 就类似于被交叉 荒木跑了一个长背飞 黑后艾跑背短平的位置 这样的好球 在泰国队经常见 别的队伍 这样跑出来还是很稀少的 包括以前我们中国队常用 但是现在我们也不用了 主要是两边拉开了 当然这种球跑出来还是很漂亮的 不过没办法 这样的好球就是显花一现 日本队全场也就这个球印象比较深刻 别的进攻球都没太多印象了 扣球36-32 篮网14-1 发球8-4 自试15-17 总的统计其实进攻相差不是很大 但是看篮网这个环节 14-1 确实篮网这个环节 中国队还是领先 亚洲各个竞争对手的 深奥的差距还是决定了很多事情 日本队这一分的篮网应该是来的朱婷 荒木兰道 确实 这一分来之不易 也很宝贵 中国队就要迎战自己的决赛对手泰国队了 希望姑娘们好好加油 把我们失去的金牌夺回来